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擁抱大香港主義》 《早晨》節目來到 第三節了 還欠十三套 還欠十三套才達標 80套 暫時賣出了67套 目標是甚麼呢? 因為茅山高校 整套書已經是 大長篇結束了 總共有七本書 但是理論上 整套銷售 7月19日書展 我們也想整套去推廣 給街外的朋友 但是它有一個困難 就是現在卷義 就斷了 斷了貨 如果獨立印卷義 現在開機就印很多 印得少又貴 所以如果沒有足夠的支持 我們就不敢貿然開機 因為它是印書 一來就成千本 那你成千本 那你成千本 畢竟都是這麼多年前的書 而且現在的銷售渠道又這麼少 那你夠不夠膽呢? 那就看看有多少支持 所以如果能夠預售到80本 即是你買一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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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雖然卷義送給朋友 送給我 送給我 現在還欠13本 無論是box set 也好 無論是box set 也好 卷意也好 希望大家 最好再買幾本卷意給Apple 讓它多一些卷意 好了好了 那我送給朋友 還有兩節時間 幫我做生意 13本 還欠13本 開單實氣 譬如這一節賣7本 下一節賣6本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那大家 70元本而已 70元本而已 大家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大家現在就買 現在就買 貼連結 貼得頻密一點 現在就買 全靠你們了 昨天就有一個很震撼的消息 非常震撼的消息 就是 知名的國際歌手 李文 Coco 就經傳這個死訊 原來他48歲而已 事實上很年輕 雖然他很紅了很久 但是非常年輕 還有 一直給別人的形象 都是 相當之有活力 長青 他剛剛才是 其實都頻密曝光的 剛剛對上都是 他聲聲不適有亮相 聲聲不適有唱歌 之前在中國好聲音 又做評審 就是這樣 然後 今年雖然有分辨的消息 就是有分辨的消息傳出 然後又弄傷了腳 做手術 然後就復健 但是他剛剛 不知道是上個月 還是什麼時候 有唱一首 online game的歌 就是出新歌 出新歌是這兩個月的事而已 雖然是online game的宣傳曲 那個發布 那個宣傳發布 都是online game畫面的 但是也是剛剛有新歌出 然後 然後 突然之間 昨天就收到一個資訊 就是說 說過世 還要是因為自殺 因為自殺 接著他姐姐就說 就是因為抑鬱症 原來已經有了抑鬱症 已經幾年了 可能跟分辨 可能跟感情關係有關係 但是其實抑鬱症 也很難找到關聯性在哪裡 結果就過世 自殺 因為抑鬱症 接著就自殺過世 這個當然很 很 令到大家很沉痛 這個消息這樣 我真的很震驚 真的 因為我最初以為是一些AI的 就是假裝他的聲音 就是那段錄音? 是啊 那個所謂最後錄音 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你知道現在的AI的 裝聲裝得很相似的嗎? 是啊 不知道 但是就是 因為抑鬱症 真的是一個 就是去到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去到 真的是一個 一個 其實抑鬱症就是一個瘟疫 情緒病是一個瘟疫 就是一個瘟疫程度的一件事 就是比起 這個又是說回 就是對於過去那兩年的瘟疫 過去那幾年的瘟疫 的... 按鈕防疫橫行之 為什麼會心虎痛絕 就是因為他對精神健康的影響很大 就是那些防疫政策 令到大家... 就是過去那幾年 雖然已經過去了 但是難保不會再發生的嘛 因為他試過一次 他就... 就是有時候會再發神經都未定 那麼... 但是其實 真正... 就是在現代的環境 真正要面對的 是那個這樣的... 情緒... 情緒... 就是... 就是情緒病 基本上是現代人的基本的病 就是... 鎮達也有情緒病的 鎮達也... 鎮達也挺震撼的 就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譬如... 那天他交不到稿 那天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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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 咦? 做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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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就是... 那個現代人的精神面貌 就是這麼脆弱的嘛 那個精神力是... 就是... 它是不同的 就是... 譬如這個... 在... 在... 在《Z世代使用手冊》裡面都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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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世代的那個情緒的韌度是... 超乎你想像的那麼低的 他們那個情緒化 他們那種的... 他們那種... 情緒的脆弱 Ivan不知道是不是呢? 我懷疑Ivan也是 Ivan應該情緒也很脆弱 雖然他現在很正面、很積極 但是有時候抑鬱症這些 真的... 自己不會知道的嘛 他都... 你也應該是強撐的 是不是? 你也是強撐的 那強撐... 分不到的 分不到那個是... 自己的那個... EQ 高 還是... 還是強撐? 有一個... 有一個標準... 有一個標準... 有標準計算如何才是抑鬱症的 我們先不要進入這些討論 OK 我們只是說情緒這件事情 情緒是一個瘟疫 情緒根本就是一個瘟疫 而這件事是... 在現代社會不斷地蔓延 蔓延得很厲害 嗯 而... 但是在這個時候 其實最應該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走了去搞那些假的瘟疫 那你整個... 你怎麼整個新冠狀的瘟疫是假的嘛 就是多餘的 那個病毒是沒有的 那個危險性是極低的嘛 但是將那件事誇大到不得了 然後就很多人相信 然後互相在迫害 那令到一些... 好了,但是現在呢 沒有了瘟疫 於是乎情緒呢 又... 又... 又逐步... 又逐步...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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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顯現出來的 oluş 我想說有一個新聞 的話就沒那麼多人得來留意 用來不會啊 那這件事其實對我還蠱憔 那就是... 那一則新聞呢就只是說 新加波... 新加波的自殺人數呢 不斷地를升 worried 那通常我們呢 現在那個啊 我們最常會說起新加波 我們就是講新加波 新加坡和香港的競爭 又或者新加坡怎樣搶人才 搶資金 新加坡好像很凌厲 但其實實際上不是 通常對這些隔岸觀察經濟的人 才會覺得新加坡取代香港 其實根本就沒有雷工那麼遠 其實根本就完全是兩馬子的事 但無論如何 新加坡很努力去砰大自己的經濟或發展 又或者是想去告訴別人 我們最近很厲害 他很著力地去做 但是原來新加坡的自殺 青少年的自殺人數是不停地上升的 是連續幾年創新高的 其實去年比起前年 年輕人自殺率上升了26% 是2000年以來最新高 還有一個就是青年自殺 青年自殺是10歲至29歲 很年輕 10歲至29歲 這個範圍自殺的人 應該是10歲至29歲 這個年齡層的人 他們的死亡原因 他們的死亡原因 他會有一個統計的 你主要是死於什麼 你主要是死於車禍 還是死於癌症 還是死於什麼 原來在新加坡連續四年 這個10歲至29歲的年齡層 他們主要的死亡原因 如果10歲至29歲 這個年齡層的人 有人死亡的話 他最多的原因就是自殺 他已經連續四年了 已經連續四年了 已經連續四年了 是自殺的 自殺是灌絕其他死亡的因素 多於意外 多於意外 當然 其實也因為這樣 如果你是老年人 如果你是70多歲 當然你會有多些死亡的原因 因為你有多些疾病的原因 你29歲 即是你30歲之前 你很少會 你30歲 你很少會死於中風 你很少會心臟病 你很少會死於心臟病 你也很少會死於神衰竭 你也很少會死於神衰竭 你也很少會死 還有癌症的病法 都是年紀大一點 容易一點 所以自殺 成為死亡主因 多一點 他也有原因 比起年老的年齡層 但你看到 這個數字的反應 當大家熱烈地去吹捧 新加坡很厲害 新加坡發展得很厲害 其實新加坡人很叫苦連天 新加坡的租金很貴 新加坡 雖然新加坡 它有 雖然新加坡 它有一些叫做祖屋的安排 其實人人都可以有權 可以買到的樓 你本身是新加坡人 你本身可以有一個很商議的價錢 可以得到一層樓 但是 它總會有一些 在那個系統上 照顧不到的東西 始終會有人會租樓 而且始終會有人會 還有其他商營 各樣的其他原因 但是其實近年的所謂的發展 令到租金很多 因為新加坡的樓房 其實是分開兩個市場的 即是它本身有一個祖屋系統 那些東西就不進去的私人市場 但是私人市場還是私人市場 而私人市場其實是很高的 生活壓力是很大的 於是你說它有發展 當然是有發展 但是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遊閒的環境 尤其是近幾年 尤其是在瘟疫 和瘟疫開放復償這段時間 那整個瘟疫當然是 Great Reset 那它就 即是有些東西好像是 周圍走 但是它萬變不離其中 譬如一些暴力的事件 譬如暴力的事件 或者一些街頭衝突的事件 那些東西 好像原本是在大陸的 但是好像瘟疫復償之後 或者譬如那些無差別斬人事件 我們印象中這些東西是在日本的 是 但是呢 現在就在香港 還有其實自殺潮 其實大家不記得了 其實在青年自殺潮 其實在1718年的時候 其實是在香港的 是 其實在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很多青少年 Ivan就撐過了 你1718年的時候 你幾歲 你還會再早一點 14、15歲 但我印象是再早一點 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 是差不多 是中三、四 是差不多 可能是16、17那段時間 可能是 something like 16年 那些時間 因為後來沒有了自殺潮 後來不是沒有了自殺潮 後來自殺潮比較 其實自殺潮被示威吸納了 那些人不自殺就去示威 就是1919年吸納了那些 有自衛傾向的人 其實是 之前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青少年自殺潮 其實也沒有降低過 16年就已經覺得很嚴重了 那些問題 然後 16、17、18都還是沒有了 那時候是十幾歲的人自殺 那時候是青少年自殺的 那時候是14、15歲的人自殺 正確是你的年紀 是在學校自殺 但是你撐過了 你就成長到這個階段 你現在就 撐過了 長到這麼大 然後 然後 這個就去了新加坡 街頭格鬥的事情 就在大陸來了香港 不是說那些人來了香港 而是那個能量來了香港 那些無差別斬人的能量 就在日本來了香港 但是香港自殺潮的能量 香港自殺潮的能量 就去了新加坡 但是其實 那個是不能 那個是不同形態的 不同形態的情緒瘟疫 那這個 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會怎麼樣 也不知道可以怎麼樣 因為很老實講 真的不認識 不熟悉 但是我覺得 真的要多一點的 concern 對人要多一點的 concern 譬如我現在對著 我現在對著 我現在對著 我現在對著鎮達也很小心的 我現在對著 對著 對著 對著Ivan也要很小心的 Ivan其實也很脆弱的 是嗎 Ivan也很脆弱的 那麼他 Ivan經常是戰戰兢兢的 如你搏兵 經常說話又怕得罪人 他心底裡的壓力其實很大 是 他心底裡的壓力其實很大 阿鎮達情緒化 情緒化 還有 溝通能力又不夠 所以有時候不懂得表達自己的 所以你也要 都要很 要對人很小心 要對人很小心 還有 也就是要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什麼有效的建議 因為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懂 甚至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人認識 這個世界有很多自稱專家的人 譬如剛才Abel也想提供一些意見 因為他們會說 但我這樣說是沒有用的 我覺得不能聽到的 他們是一個Crushioneer 要你寫的 但我覺得這些東西不能聽到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不能聽到的 如果能聽到的話 就不會越來越嚴重了 就是 他衍生了很多就業的機會 但是我不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 人類對這件事的認知 人類對這件事的認識 是很淺薄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Abel這些人 就是他看一點點東西 他就覺得 不是我看一點點東西 就會覺得有一些理解 而是 我也試過的 我很興奮的 有時候可能見到一些廣告 又說 什麼shall we talk 有什麼熱線 這樣 我是有試過很好奇 我不是有病 我有病 我就去了看醫生 我很好奇 打電話去說 我心情 心情真的情緒很差 自用公共資源 你會怎樣去幫我處理這個問題 那他就說 很嚴肅 他就會問我一堆問題 然後好像問卷 然後就說 例如 我現在就要看你 有些公共資源 對 你有沒有 如果你懷疑自己是不是 你一個禮拜 裡面想了幾多次想自殺 他有很多一些問題 即是 即是你上網站 一樣 都是要填上那些 才會 他會 Categorize 你究竟是不是 屬於 有病 還是輕道道 根本都未足以是一個病 這樣 只不過是情緒問題 那他會說你什麼 他最後會說你什麼 不算是 不嚴重 或者是 因為情緒 剛好有些情緒 低落 是 即是我不能夠 他 Categorize 我是一個病 他 我太不嚴重了 應該是 即是他說你沒有病 是啊 那你是不是很開心 不是 沒什麼 我只是好奇 我也是很好奇 其實他會怎樣幫我 那你打電話 你有沒有跟他說 其實我只是好奇 你有沒有這樣跟他說 嗯 我想了解一下 哦 即是有人會聽我的電話 which is very good 也不是一些語音系統 你知道現在很流行語音系統 要按一二三四 即是那個真的是一個人 是真的一個人 哦 是的 那他可能接不到另一個 有需要的求助電話 不會 我很快而已 我很快而已 我小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那些什麼173173173 每六秒一元那些 我都是這樣打過去玩的 然後我媽媽罵我 你在這裡要花錢 哦 即是有給錢嗎 真的有 我家人給了很多錢 即是鹹濕電話 我家人給了很多錢 即是你打電話那些是鹹濕電話 不是鹹濕電話 是遊戲來的 是什麼遊戲 那時候的電話還是領 你知道 噢噢噢噢噢噢那些 然後你打過去 他會跟你問一些問題 然後叫你按些數字 挺好玩的 我那時候幾歲而已 然後呢 然後收多少錢 應該找了幾 應該我玩了幾百元 嘩 每六秒一元 嘩 嘩 這樣 那他就沒有抑鬱症 他很容易尋找到 他很容易尋找到他的快樂 這些就好了 這些就好了 非常之好 那現在很多廣告都 不開心就可以找人聊天 那我 國安處那些建議職報 建議職報的電話你不要打 真的 那些一會拉交過來的 我不會 我為什麼要打給國安法的電話 那些電話 因為到處都有那個電話 建議職報 你有沒有見過嗎 那我不會 那個電話到處都是建議職報 是啊 很需要的 那些電話你不要打 你知道嗎 OK 那些電話都很糟糕 你糟糕 你又累了別人糟糕 你又說Ivan有點可疑 Ivan又糟糕 你又糟糕 不會 真的不會 小心一點 他這些就沒有抑鬱症 Ivan 你也收到課金 對 你看課金 一百元 一百元 在熱力慶祝 遠庭終於不做 很糟糕 我叫遠庭 遠庭 這個不是 遠庭就交給Voy和Casi照顧 不是的 我星期一還有一個節目 晚上十點和Ivan一起 是 張志欣和他妹妹都會照顧我 放心 是 大家留意星期一的節目 但我們這節還沒完 我們這節還沒完 九九我當然有試過打去 但我不是玩電話的 真的有事嗎? 是啊 我那時候真的叫白車 我以前沒電話打過 有人不舒服 總之見而即報的電話 你不要亂打 我知道 好過危險 好 那我們這節就到這裡 我們就休息一下 喂 是不是還有67套 有沒有更新 快點突破70先 還是67 快點突破70先 現在還差13套 沒有增長過 這節沒有增長過 全靠你們 茅山高校 卷義加Bokset 全靠你們 喂 先貼連結 快點 快點 現在check room 限時有位連結 還有一節時間 幫我突破這個80套 80套 67 67 現在還差13套 今天這個大香港早晨的時間 就幫我突破它 OK? 好,那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Ivan 看看Ivan說什麼 說馬 好,交給你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 是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 我們的channel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